水利署地石河川局今年3月份在七堵泰安 拔溪侯溪出水口河基隆河交界处 开始河道整理书法作业 而书郡基隆河七堵段 一直是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积极关心和推动的事项 近日更特地和水利署地石河川局进行会刊 石河局方面指出预定在9月中下旬 将在大华桥以及七贤桥段进行河川书法的工作 就是我们今天会在大华桥下游柚岸的地方 先把这个有可能会阻碍河道的 做个河道整理往这边去做书法跟整理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就是在七贤桥大游柱岸路这个河川段 这个地方的河土啊我们也做个书法跟整理 往河道旁边去做 整理之后它可以保护我们铁房的街角 然后又可以创新的到 所以对我们来说是可以进行下去 预计的话 预计的话 预计我们最快下个半月开始 然后给我们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之间 我们至少一个半月左右 因为有两个点我们要分别继续下去 所以大概给我们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之间 市议员张耿辉表示多年下来也几乎很少输郡基隆河七堵段河道 现在安排逐一输法河道是应该要做也是正确的事 张耿辉也建议水利署地时河川局 基隆河在暖暖八堵段以及更下游的七堵段适合的地点 应该分别设置蓝河验调节水位兼具蓄水的功能 也方便水公司在八堵段抽水到属于离潮市的新山水库蓄水 填山指纹我们完以后就没有在议会一直讲 那刚好今天期待中央也听到我们的声音 那我也希望进度在相关的地方赶快收集 它是要抽取我们七堵河的水 再经过过滤然后到住户去 我也在议会对议会我也非常主要 所以每次我们下大雨的时候水都没有办法把它除起来 很可惜 就是几个礼拜以后那个河床又干了 这表示说第一点没有涉担而已 第二点没有输进 所以今天我们也听到中央对我们地方上的重视 然后我也期待多数大家一起继续未来切成继续 好 我还是建议他们 还是出口之前我们到此进去 我们到此进去 我们到此进去 张耿辉也肯定水利署第十河川局准备书罚基隆和河道的规划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